我們來示範,我們來更換AORIS 直輪切管器的鍋子屏 這個鍋子屏是靠這個一直螺絲的固定 因為這個鍋子屏沒有隱藏這個位置 所以可以整個貼下來 怎麼貼下來 裡面有一個鏡子,這個就是自動進刀的彈簧 就是靠這個自動進刀的 跟我們一致螺絲起子,把它轉開 轉開的時候,小心這個螺絲不要漏 轉開的時候,螺絲不要漏油,我們轉下去拿下來 它的鍋子屏是怎樣的 跟裡面有一個鏡子 每個鍋子屏 新的鍋子屏,放在鍋子屏裡面 它無分正反 正反都可以,兩邊都可以 沒有分到一邊喔 我們... 入以後,我們再錄下去 它這邊有割 你一邊沒有割,一邊有割 所以我們... 錄的時候不要錄不到平衣 基本上錄不到平衣,你沒辦法塑了啦 所以... 理論上是不會轉錯的啦 我們先來...連機我先塑一下 想不到這種一致板,一致子 這樣轉了,這樣就好了 這樣塗到平衡就好了,過來倒定 這個倒定很簡單,有一個螺絲而已 對呀,不要準 倒下去 要準喔,準綠 這樣完成我們的土耳片更換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刀片的更換 可以,謝謝 我們在稍為是要掉 搞定,因為這個來的 有電燈 好嗎... 好嗎... 好嗎